2012年文憑史练习卷卷1B第5条的C2部分 他就说已经画好了图表了 将这个图表贴到映示文件 例如PowerPoint里面 将这个图表复制贴到PowerPoint里面 后来他在Chich 1更改了某些读数 他就问这个PowerPoint里面 插入了的图表会不会有相对应的变化呢 当然要解释了 一般情况我们画了一个视算表的图表 例如这一幅 我们按复制 然后我们在映示文件 例如PowerPoint 这个就是PowerPoint 我们通常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直接在这里按右键贴照 就这样复制 然后在映示档上贴照 这一种我们就叫做陷入的方法 陷入顾名思义 就是说你找了一幅图 陷入了在映示档里面 无论之后 视算表的档案有什么改动呢 这个陷入了的图片都不关系 是两个完全独立分开的 这种叫陷入的技术 所以如果要回答这条 你可以回答 如果用户是用陷入的技术的话 那个视算表 无论有任何的改动呢 那个映示档里面的图表 都不会有相对应的改动 这种一定要回答到是陷入的技术 如果你不是用陷入的技术 是用连结的技术 那怎样做和效果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就试一下了 同样这一幅图表 同样的复制方法 不过去到影视档的时候 插入的时候就有点不同了 那我们就在插入的时候 要选择连结这个方法了 那你见到那幅图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这个呢 就是连接的技术 连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每次开个演示档的时候呢 它会去回对应的视算表里面 重新拿过图表 然后再贴下去 在背后帮你做的 换言之你后日再开的时候呢 它又会后日的时候再开那个视算表 那你的视算表如果改动了资料的话呢 那它就会见到有改动了 那我们就试一下这个连接与陷入两者的分别了 那假设啦 现在我将这个sheet1这个数字改了去啦 譬如改到10 那你见到这里相对跌了啦 那另外假设我将这个sheet2这个数字呢 改到很高 那你见到这个图表当然大大不同啦 那我将它储存了去啦 那你见到这个演示档呢 陷入是完全没有变到的 但是连接你见到 根本上即时已经变了 那所以呢 陷入有个好处就是呢 无论你原档案有什么改动呢 它都不会改动的 但是如果你呢 每次用这个演示档都要显示最新数据呢 用连接你见到就很方便啦 见到在视算表里我做了改动储存了之后呢 这里已经即时做了这个调整 下一次你开一定是开最新的资料 不过有一样提一提大家啦 就是当我们要将个档案和别人分享的时候呢 陷入是方便一点的 连接呢 你除了分享这个演示档给人呢 还要同时分享了个视算表档案给人 否则别人是开不了这个图的 所以这一条题目你可以回答 会同步更新 因为我们用了连接的方法 或者我们说不会同步更新 因为用户用了陷入的方法 两个都可以拿到分 但是必须要说明陷入还是连接